2021年泰山再次拿到了中超冠军 而上一次夺冠还是2010年 十年过去了 恒大没了 河北岌岌可危 再加上之前消失的天海 大潮退去 原来大家都在裸奔 而在京元足球的十年 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孙可的转会闹剧 人行自由身转会和天价签字费 张承栋天价转会等等 不过这些都被记者曝光了 还有一些事事没有曝光的 比如王永珀到底卖了多少钱 高准义怎么从河北去了广州 那几年泰山到底挣了多少钱 随着泰山夺冠 各路记者庆祝喜悦 顺便也公开了过去的事情 2010年泰山中超夺冠 那一年恒大拿了中甲冠军 冲超成功 2011年恒大开始引入大牌球员 孔卡 艾克森 高拉特等进入中超 恒大开始统治了中超 2011年至2015年 恒大在中超具备压倒性统治力 泰山被迫跟随 中超2016年值得永远铭记 那一年中超迎来了上岗 拳剑 华夏 苏宁 正式开始疯狂烧钱 如果说恒大是晶圆足球的引领者 恒大用5年完成了打造 而更猛烈的晶圆则刚刚开始 特谢拉 胡尔克 拉维奇 奥斯卡 一个个都是天价巨星 2016-2018达到了巅峰 那一年 中超各俱乐部创造的转会的记录 未来很难打破 苏宁单赛季转会投入近1.2亿欧 泰山轻讯王永破1.8亿转会费 成为了国内球员转会的记录 那一年开始 泰山连续卖出了王永破 杨旭1.2亿 赵明健1.6亿 张文昭8000万 弥浩伦 高准毅6000万等球员 在中超烧钱的最高峰回收了6亿 从此泰山队放弃了跟风投入 开始平稳发展 现在来看 王永破才是中超最高转会记录 而不是之前大家认为的张成栋 而高准毅从河北转会广州 泰山球迷也一直耿耿于怀 河北当年是租借高准毅 所有权在泰山 怎么就去了广州 当年没有人解释 只有河北俱乐部的一个说明 说是经过泰山队同意的 至于卖了多少钱 根本没人说 现在随着时间推移 记者揭秘了这些迷雾 总算给球迷一个交代 不过高准毅的6000万 当时的价格确实低了 虽然高准毅当时年轻 但好歹在河北打上了主力 按照当时的价格 怎么也要1.5个亿 为时亏了 泰山队过去10年的经历 可以从下面两个表可见一般 前五年泰山还在跟风恒大 随着2016年苏宁 华夏 上岗等等纷纷烧钱 泰山开始减少投入 甚至在最高峰的时候 回收了6个亿 28年职业联赛 泰山经历过万达 石德 恒大 苏宁 华夏 全建等等 不过他们都成了过眼云烟 只有踏踏实实的泰山 依然屹立不倒 恭喜五星泰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